在过去三年的疫情里面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 就是大家似乎对一些科学家、医学专家的尊重降低了很多 原因当然很多方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科学的真面目 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科学呢 在疫情到现在大家都见了很多次 就是说一些专家、一些在行内得高望重的人 一时一样,一时就说疫情是这样的一时就说这种病毒是这样的 然后隔了一会儿他又推翻之前的说法 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些人哪一句才是真呢? 很多人就去了另一个极端 就说全部专家都不能相信 我们就对科学一般有一个比较不正确的看法 那科学这种东西似什么呢? 我觉得它似你有偶像的 最好是保持距离一点 如果你当你很喜欢姜濤那样计算 如果你有一天真的跟他做了同事 跟他做了朋友 甚至跟他做了情人 我一定会对他有很不同的看法 科学也是一样的 他是一个很混乱 常常会错 跌跌荡荡的 慢慢去进步 希望寻求真相的过程 但是平时大家没有留意到这个情况 疫情开始之后 因为大家都很留意疫情的进展 尤其是传媒看着医学研究出来的最新的结果 希望报道给大家看 他们不明白 其实科学本身是一个跌跌荡荡的过程 很多时候可能这篇文章就有一个分析 找到一些这样的资料 可能有用 然后隔一会儿就有另外一个研究推翻了它 证明它是错 接着又有一个新的理论出来 接着又是错 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长远来说 科学有一个self-correcting 一个自我改错的功能 它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 大家都出paper 大家都出到医学期刊那里 就给大家去评论 如果那东西是错 随着时间过去 就会更多人做类似的研究 然后希望我们再进一步 就贴近了真相 COVID出现了之后 传媒的节奏很明显 就比传统科学的进步的节奏快了很多 一个paper出来 可能有些很特别的结果 或者有些很出人意料的结果 传媒很喜欢将这些研究做成新闻 令到大家都觉得很差异的 很喜欢看的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研究 未必是真的 不是说做假 当然现在看到 其实科学界有很多 很多人真的甘心去做假 甚至有些 诺贝尔长的得长者 都主动传播一些假消息 这是人性使然 问题就是在于 一些很初头出来的研究 如果它的结果是很出人意料 和很奇怪的话 其实有些时候 就算它不是作假也好 它是false positive 是假扬性来的 每一个医学研究 每一次都有机会出一些假扬性出来 你做得严谨一点的话 这个假扬性的机会小一点 如果你做的研究 比如人数很少 你可能做得不好 用的方法又不好的话 这个假扬性的机会更加大 比如Ivermattin 这个对抗寄生虫的药 当作是神药 因为初期有些很小的研究 一些报告出来 就说这个药 对COVID有效果 接着就被传媒广泛报导了 很多人就已经深信不疑 这个药是神药 接着就质疑那些专家 为什么不用这个药呢 直到过了一段时间 科学家有时间 有空间有资源 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研究之后 就证明不了 Ivermattin 对COVID有效果 当初这个小小的报告 其实它是一个假扬性 一个弱性的 研究报告 其实很多都是negative 比如说 这个药对COVID有没有效果 很多都是没有效果的 没有效果的 没有效果的 但是有效果的被大事报导 放大了结果 一般人未必受过医学训练 就未必知道这些东西 其实最需要再进一步 去肯定才可以取信 很多人就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 然后阴谋论者又觉得 政府想消灭我们 所以他就不告诉他 这个药就是神药 现在真的有理说不清 医学的进步 它并不是金科欲律 也不是一些绝对真理 科学家也不是提供答案 科学是一些方法 一些原则 如果我们跟着去做 希望我们在一个跌跌碰碰 trian error的过程里 慢慢趋向真理 接近真理 它并不是不能够挑战 永远都对 绝对不是 大家对科学有错误的看法 很多时候 传媒都没有那么留意科学进步 科学研究的进展 其实很多跌跌碰碰 有很多轮盡的东西 但是平时大家没有留意 没有留意的时候 就像你远看你的偶像 永远都是最好的 但是这次疫情 大家用个放大镜来看一看 原来里面有很多 真的不是那么美好 这条片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 要起码有一个基本的形式 就是科学是我们用的工具 希望我们跟着工具的原则去做的时候 我们终有一天 就慢慢就越来越接近真理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但是它长远来说 它是会自我糾正的 变了它虽然说错 但是它慢慢会改善回来的 相反如果有些人说自己所说的 就是科学 是不容你来挑战 你不能够推翻我这个决定的话 那大家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些不单止不是科学 而且它会令到大家 一条黑路走到底 好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